马亦九见他 还为了他就失格了 马亦九自己失格了 昨天晚上都不要见 官场里面 你不要跟我老百姓讲什么 你们辈分多少 你讲经国 你怎么样 你还讲中正 今天你的长官是谁 是叶框石 叶框石不是马亦九的家臣 他不是江异化的家臣 他领的薪水是从我纳的税里面拿去的 他是代表人民 所以他今天 我如果是马亦九 你直接跟你长官辞职就好 马亦九搞清楚 今天欧靖德跟他好也好 不好也好 他不是马亦九的家臣 所以我要跟欧靖德讲 欧靖德跟高铁的关系 其实千丝万零 已经太多年了 我们讲欧靖德 你厚大卖照 你以为你不要跑到立法院去 我们以后就对付不了你吗 你去帮联盛文去宿权 以后老百姓搭高铁 有问题 跑到联盛文的总部去找你好了 是不是比较快 你有骨气 一个正常的状态就刚刚 古大哥讲的 你如果你今天好 我也想从这 我想当官 我就是要 联盛文的贏 他赢了我将来有关错 很好啊 我尊重你 那你就先乖乖 你先把高铁 董事长跟职奖 辞了 然后我在光明正大的 我去请联盛文 可以啊 这样我也在怕 可是你不是 你还要理一天 两万块钱的薪水 然后呢 我还在盘算说 哎呦 我明天立法院要咨询了 我不要去 你当了那么久的董事长 除了那么多包 你帮五大股东 讲了那么多话 几例来争取 要从38年特许 就是刚刚委员讲 38年以后 这高铁所有的财产 所收的每一块钱 都归我们老百姓的哦 他不是哦 他现在变成要加62年哦 这不是我们的哦 那这样的事情 你干得出来 你还要继续帮他争取 还要领一天两万块钱 然后你还要想 要去捧联盛文 你不能两件事 你都要做 而且第二个 你要走也不是这样走 你就好好的 你就辞职好好的走 我们恭送你 去帮联盛文助选 那你这样子走马 就表示你 你是某人的加成 你这个是私人的恩怨 你没有公 没有公共利益的观念 你这种人 一天都不要来做公伍代表 套一句马总统 当初形容姜仪 画的三个字啦 这次欧静德请辞的动作 真的也是好凶哦 可是呢 你看哦 现在国民党呢 刚刚也都提到了 他现在又要把选举的时辰 往后来延了 然后延了之后 联盛文说 基层干部跟支持者都很着急 是支持者很着急 还是他自己很着急 不是要形象一下光景 然后欧静德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于延盛文未来的选情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哦 过去这个延盛文 2月24号 他宣布参选的那个记者会 欧静德就没有在这个台面上 但是他挂出来的招牌 就是欧静德 作为他的总顾问 总顾问 其实就是相当的一个竞选总干事 或者主委层级的 那看到欧静德就想到 你不负责任嘛 你要钱嘛 对不对 你还要你儿子升官嘛 这些都是大家 而是欣欣的一代 早就对什么蒋经国末期 什么那个海归派 欧静德 什么第一个大地工程的 这个博士回台 建设我们的国道 第二高处公路啊 对他这种风光 也早就忘怀了 所以这个对连盛文的选情 我认为是有影响 但是如果回归 我们这个连盛文的主题 今天我们看 这个上一集的商周 这是这一集的商周 然后我们看金周看 商业杂志对台北市的选情 非常的热闹 然后连盛文又不断的参加广播的节目 又参加电视台的节目 说的非常多的内容 但是越说越错 你先让他早上接受唐强龙访问 这个戴希青议员 他有听啊 全能听 我们今天同台 他讲说连盛文啊 交代他一分是大 你说他说连盛文说 把毕生的积蓄全部投入了 那谭教人问他说 毕生积蓄是多少 他说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 美金还台并 如果加上美金 可是他在我们台湾接受访问啊 他说个两三百万 他没有用币值啊 如果两三百万是美金 还合理哦 蛮大数字六千多万哦 六千多万 如果你又说两三百万 那 我们感觉说你又是住集合住宅 然后你爸妈的房子只有两百平 而且连盛文呢 他在这个周刊的杂志里面 他竟然指控周遇寇 是一个错误的讯息 说他从来没有住过川普 哎 连公子啊 你似乎 忘记了啊 这是2004年 十年前 你接受一周刊的求证的时候 Cotation Mark里面 你明明白白讲 那个房子 川普大楼 本来是给你姐姐跟姐夫做新房的 后来你有进去住啊 我打新号这一段 你自己讲你有进去住 事隔十年 你说你没有住过 那这个不老实 不老实 真的不老实 那我们这几天 讲他们七大 包括投资公司 包括基金会 怎么样长钱 那今天 这个大家也质疑的 是04年之后 小段啊 段一看又把它复活了 你们家 十 这个过去 六次的逃漏税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而且那个联盛文还否认一个 他说呢 他从来没有在中国投资 我试问金卫的 这个负责人 干源是哪里人 然后呢 他说他鼓励金卫来台发行TDR 是我们政府冷冻他 以至于股价下跌 他一张都没有卖 但是今天 这个他新新闻爆料 金卫 是联盛文拿Evenstar的资金去投资的 是Evenstar占了6.8只股 然后金卫下面还投资的一个叫新天域资本 这家公司是谁的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儿子 威宁兽一手创立的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料 就是虽然我不是联盛文个人 所以他幕僚吐辞 说是他个人投资的 但是他是Evenstar的负责人 Evenstar占金卫的6.84 而金卫又去投资 温云松的 新天域资本 所以国共合作 哪里来 所以这一连串 包括什么200万毕生的积蓄 不讲清楚 除了欧静德的议题 大家还是会追着联盛文打 所以很多人看到 只是表面上马中总是什么乐观其证 那实际上是什么 等于马跟连这边是已经开打了 今天 连这边是很正理就很清楚 你叮我的欧静德 欧静德就很清楚跟你摊牌了 那想象一个画面 欧静德如果在选举过程里面出现 整个同情牌会不会发笑 就你刚刚讲 马上是不是很可怜 可是相对的 你看马郑敏现在也是出招了 他把台北市的这个出拳 要往后延 意思是什么 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 不仅领先的是连胜文 你说早一点定案 就是连胜文代表国民党了 越长梦多越往后延 冰手中是一路就追上了 所以两边都出手了 马英九不可怜 我只是说 在这个事件上 马英九 我觉得连的阵营 以及欧静德这种做法 有一点好像是 让满九跟江仪化 以及叶光石他们吃闷亏 是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政治操作 是反而让人家觉得 这欧静德不老实 糟糕 所以其实我也 诚心在劝戒 劝戒这个文盛文 不要让欧静德去 你进元总部 赶快把他总部拿掉 因为走到今天 你看欧静德的请示 没有赚到同情 事实真相浮现出来 欧静德是这么糟糕的家伙 抱着钱 我不需要到立法院备受监督 有这种事情吧 对不对 人家说有权无责 他是有权无责 对不对 那欧静德这种人 在让你去当总顾问 耍耍屁 在拖累 我觉得对连胜文是个拖累 不过连胜文今天 跟唐湘龙的一席话 又让我弱小的心灵 又受到了创伤 连胜文说他毕生积蓄 两百万 怎么讲得跟我一样 是不是 但是他财产申报 不是跟他太太 他又有改公司董事长 财产申报 不是现金就上益了吧 现金就上投资嘛 我都觉得 我们怎么可以跟人家比 怎么讲的一副好像 他毕生积蓄只有两百万 而且我猜一下 他的05年 Evenstar创办时间是05年 但是他在2010年 现在又有卡公司 他有财产申报 代表什么 他说他拿两百三百万 纵使是美金的话 他是把钱搬走了 要毕生积蓄 他还可以财产申报 EE 所以 所以其实 我只能说连胜文 我打从心里面佩服 羡慕你 甚至嫉妒你 好 我们现在话再讲 连赞 应该讲连赞本来就不喜欢马英九 这个在危机节目里头 也都写出来了 这个中国官员 或美国官员在问 美国官员在问连赞 说你讨厌点那个人 你说马英九啊 连赞不喜欢马英九 同样的马英九 也不喜欢连胜文 我想这是政坛人尽皆知的事情 但是政治本来就是人前 首先手 背后下毒手 对不对 你说 叶匡时为什么公开 开记者会连续三次点 欧敬德去连胜文正 因为我想 叶匡时台大政治行业 我算我学长 你说有没有政治脑袋 有没有政治敏感度 当然有 他知道我这样子 K欧敬德 政治正确 不需要马英九 去下指令 你知道所谓的 上有所好 下必胜渊 同样的上有所悟 下也必胜渊 叶匡时当然知道 马英九讨厌林胜文 那你欧敬德 你还拿着公补代表 你还敢去服选 当然就K起 K起欧敬德起来了 如果不当 如果马英九 真的觉得乐观其成 其实应该电话就来了 匡时 这话就不要再讲了 那叶匡时就知道 我不要再K欧敬德了 我们马先生 我还K了三次 对 我们马先生其实是 乐见欧敬德去服选的 所以叶匡时连K三次 其实就很清楚了 马英九并没有 并没有下禁令 而且马英九给了绿灯 让叶匡时往前冲 是不是 所以马英九当着 邦敬德了面 说我乐观其成 那是政治话 同样的状况 国民党为什么现在 时程要拖 你可以看出来 联盛文很急 联盛文说基层急 我不晓得基层哪里 是啊 联盛文说基层很急 但是丁守中说 不需要这么快 所以你看丁守中不急 而且丁守中要慢 显然我想 国民党在等的 确实就如刚刚俊献所讲的 是在等 丁守文往下走 事实上 说是在廉家财产 其实丁守文自己 对自己的财产 不老实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觉得 绝对是拖累丁守文的选情 尤其经过 这谈话性节目的 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慢慢的扩散 确实会觉得 这个丁守文 当选台北市长 到底是能代表谁的利益 或能维护谁的利益 这个问题我相信会在市民心目中 会产生问号的 他丁守中就在等 说好 我等你连胜文下来 所以我在等那个黄金交叉 等连胜文的死亡交叉 所以当然又往后拖 事实上民进党也一样 民进党现在在等柯文哲往下掉 所以现在你看台北市 南绿两大政党 竟然都在采拖自觉了 就好像苏贞昌不喜欢柯文哲 民进党里头很多政治人 也不喜欢柯文哲 但是呢 就是等柯文哲一直往下走 同样的 马英九不喜欢连胜文 而也在等连胜文一再的犯错 事实上现在看起来 连胜文确实不强 错误连连 错误连连 尤其这欧敬德很奇怪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素 让他考虑用这种方式请思 说实在的 用传真请思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做过 但是那是年少无知 对暴徹的感官火大 传真回去 老是不干了 对不对 那是二十几岁 郎郎税 那时候脾气正大的时候 我现在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说 台北市显年 等于出现两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一个是马金是不是出手了 基层 如果连世文都已经讲说 基层非常的着急 干部也在着急了 那你就赶快提名 为什么不提名 现在是什么 真的要等丁手中追上来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观察 不是只有出手 把这个时效延后 会不会又每周一报 或有什么新的调出来 这个我们要好好去观察 郝静德突然迟了 现在我们的来宾讲法就不一样 真的有同情 同情效应会发酵吗 对于连世文到底好 他该不会去站台 我们就从政治选举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基本上 郝静德辞职去见马总统 任何人跟总统要见面 一定要先让总统知道 要谈什么事情 对不对 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很忙的 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为了 高铁董事长要辞职 我想郝静德也不会去见马总统 马总统也不会接见他了 所以他们谈的一定是政治的事情 你可以跟你说 交通部长老是叮我 再来 一定会谈到选举 不会是谈到交通部长这个事情 再来 欧静德要担任的是 连世文的竞选总部 不是一般的竞选目标 所以你的形象就是候选人 就是整个竞选团队的目标 结果你今天这么知识难看的 我想会伤害到候选人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 去当你的竞选总部 那对连世文 我想在整个社会面 这几天一定会发酵出来 这是一个负变的 再来 党主席马云九 他掌握了就是党权 其实我在跟大家讲 马云九现在可以下令 下个礼拜台北市长 国民党内出选来登记 再下个礼拜就民调决定 那连世文就赢了 连世文就赢得台北市长的金额 可是现在呢 他时间要延后 我刚讲的两个事情 第一个 我说原来国民党是决定四月下雪 现在在传出说可能在延后 那我想谁会比较紧张 领先的人选举上 领先的人一定希望赶快投票 一定希望选情要降温 不要太热 所以他会拒绝辩论什么等等 因为呢 他赢了嘛 他变数降到最低最少 对他越有利 那输的人落后的人呢 他希望能够给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看他能不能追上来 他希望把选情给打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攻击 等等一些选举的动作 所以现在今天如果看马云九 如果他真的把国民党 决定台北市党的党内提名 从四月底再延后 那他等于在伤害联盛 等于在帮助丁守松 我在讲一个选举上的一个技巧 民进党三月九号 这个礼拜天要办什么 党内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那民进党办了 同样的 这个压力就会给国民党 丁守松也会要求啊 民进党办辩论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办 那如果马云九也同意来办电视辩论 那就是伤害 因为变数增多了 那就等于在按住丁守松 那这个区限 如果真的出现死亡交叉 那当然 等于丁守松就取代了丁守松 他第二个 我们来看 落后的人他怎么行 我们注意在观察 丁守松他最近丢出了一个什么 选举里面 最花钱的就是电视的CF广告 那个很花钱 那个制作啊 你在播到让观众选民都看得到 至少要六百万八百万 一千万都有 我最近看到了 丁守松他有丢出一支来 一共一层前版的那个报告 报纸完他就觉得说 哦这个资本很雄货 你说现在连电视都播了 电视CF那个更贵 那个至少六百万八百万 这个选举过都知道 只有你认为有胜选希望 你才会去花那种钱 我就跟各位讲 我们当时掌握的民调就是 奇怪怎么 丁守松快速掉 丁守松一直上 那丁守松他会丢出 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模的选举 就是代表怎么样 他觉得有胜选的机会 那如果再加上整个大环境 整个掌握党权的人 再以拉延后党内提名的时间 来安装帮助他 所以这个选举 就会产生更多的变数 我在讲另外一点 也许 也许这个欧静德的辞职 是丁守松请他赶快过来帮我 因为他感受到选举的危机了 连胜文觉得真的可能 有输掉这场选举的可能性 也说不一定 所以欧静德突然间就把他辞职掉 只不过他辞职的姿势太难看 所以看起来到底是连胜文 还是丁守中会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 看起来变数是有的 这一天大家都好去观察一下 请迟完了这个欧静德 有没有出现在连胜文这个场合里面 这到底是加分还是扩分 这是国民党真的会把台北市 这个选举的提名连络到很后面去 去帮的丁守中 我们然后观察 可是老讲人民就关于什么 那个物价一波一波这样上来 至少已经有17项 主席是自己公布的 创两年都来的新高了 行政议计则都开会 问题是有没有解决问题 人民已经吃不消了 政府到现在还不知道吗 来你怎么办我们说一下 好接下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大家饿肚子 可是我们要很郑重的告诉你 从上个例到现在 在你每天吃饭的同时 你已经把你的小确幸给吃掉了 为什么来仔细看一下 民生物资标了两年来的新高 这是主技术自己公布的资料 实际上的重要民生物资 全部都涨得夸张 涨最凶的就是肌肉了 涨幅高达14.22% 因为每天喝的奶粉 大人每天要吃的你 涨幅都超过了5% 还有沙拉油 脚里油跟酱油 涨幅同样超过4% 我们以一家四口 每户一个月支出6万块来算 你一个月 这些民生物资 就要让你多支出234块 这边特别把猪肉拉出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猪肉可以说是 这次调查里面的漏网之余 主要是这些民生物资 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 猪肉呢 这个月2月呢 它一公斤是66块 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的涨幅是1.12% 跟以上这些相比 可以说是小屋见大屋 但是仔细看一下 才过了一个月 到了3月 竟然一公斤来到了83块 从66块涨到了83块 这个83块的价格 可以说是50年来的新高 而且已经反映在小吃店上了 现在呢 很多人去吃这个白菜卤 会发现白菜卤一定要用猪皮的 或是吃不到猪皮 就是干脆看不到白菜卤了 业者直接改成炒白菜 另外这个排骨便当 是一次硬生生涨了5块钱 纵观来看 我们今年2月的CPI 涨幅来到了2.84% 这是25个月来的新高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么辛苦呢 因为东西涨了 但是你的薪水没有涨 仔细来看一下 薪水要涨条件是什么 我们的行政院长江一华说话了 CPI破3 它才会开会讨论调新 这边有两个重点 我仔细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 破3才会开会讨论 换句话说 不一定会调 只是开会讨论而已 第二个重点是 你知道这个破3的门槛有多高吗 我们帮你找了过去10年 唯一一次破3是在什么时候 2008年CPI来到了3.52% 今年是哪一年 大家还记得吗 金融海啸的这一年 所以很多学者就骂了 难道非要大家过得这么辛苦 到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的行政院长才要开会讨论 要不要加大家的薪水吗 另外一个是学者拿出来说 根本不用等到涨破3了 去年CPI不过是涨了0.79% 不到1 物价就已经涨翻天了 如果涨破3的话 那还得了 日子会多难过呢 所以从江葵的说法 你就可以知道 它跟人民之间的想法 真的是差太远 大概这是很严重 是吃的几乎都涨了 而且行政院自己公布 都已经发现 有七项都是两年来的新高的 可是我们现在担心什么 相当场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呢 连行政院紧急开的会都是什么 是一期一期的 而且上次没有像外面那么多 人民已经这么苦 他们完全没体会到吗 最近乌克兰政府的 不管是它的政变 或引发的国际关系危机 就是乌克兰政府本身 不能处理民生民家问题 造成后果 到底要得到俄罗斯 要得到西游国家的资源 台湾没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政府居住这种态度 我们难道不会成为乌克兰第二吗 我希望各位拜读这个人 3月号的远见杂志 他用说啊 南韩啊 韩国人怎么拼啊 他台湾情况一样 物价非常少 但南韩人努力打造 韩国成为三项 全球的设计之都 时尚之都 科技之都 他用这个来翻转 就解决这些物价问题 你有没有创造利基 没有啊 我们就是那99% 问题是这个政 我是站在那1%那里啊 还需要再提 日月关根顶线吗 林生民应该是1%吧 中产阶级贫穷化 17年薪资没改变 产业结构 如果我们的电子业 金融服务业 传产业都不能改变的话 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下去 我谈大 但我把刚才一些问题 再进来谈的话 马总罗看到这种态度 是昨天中常会说 请政务官上台 到政论节目 替大家辩护 就叫饮证止渴 这是哪门子的政策辩护啊 不是你在政策辩护 变营了 这物价就不会回涨了 我当然欢迎政务官 上电视等等 来谈这些民生物价 但是人民可不要听你宣扬政绩啊 如果你不能解决 不能解释 不能提出整体的未来的 就像南韩人所述认出的话 各位政务官 你来罗马竞技场 你变成炮灰 会被鲨鱼老虎吃掉啊 美国人有一句新闻用 就说啊 怎么跟鲨鱼共舞 而不被鲨鱼吃掉 美国这个官员说 你跟记者跟名嘴在台里共勇啊 可能被鲨鱼吃掉啊 所以政务官你可以杀来辩护 但是你如果没有有所准备 或做得不好 被灾难 同时啊 我点一下 跟欧静 我点一下就好 欧静的是官场投手啊 他对叶矿诗呛下给你拍一看 他是一件最高主子啊 嘻嘻哈哈的做好人啊 这叫官场老虎 其实我们要看穿这一点 学学王金平那一世 从马来西亚回来 在机场的谈话 大将之风绰绰有余嘛 王金平比多一两岁而已嘛 回到这里 我非常严厉对 同样的我们的名嘴们说话 对某台说话 请问全世界 你才知道未来这个物价 要辩论的问题啊 全世界有哪个电视台 他们的主持人 是由虎干院转任的 请告诉我 只有一个是俄罗斯啊 今天这个电视台 大量宣扬说 他们是HD的啊 哦硬体啊 你的软体是什么呢 请告诉我们真相好吗 有何不可靠人知识 换句话说 一方面 我们要希望物价解决 要么要监督政务官 上政论节目 但是要注意 在我们的政论圈里面 有没有媒体 把灵魂卖给 马英九 这点危险的政论 你看哦 年都已经过了 现在物价呢 是不跌反涨啊 而且看起来呢 是万物起涨 现在行政院开了一个 稳定小组的会议 紧急召开的结果是什么 这一切都是因为 预期心理 为什么你明明知道 有预期心理 你不去解决 就像朱枝啊 之前告诉你 下令疫情的时候 说会涨势在 四月五月的时候 行政院讲 这样一话 到底怎么讲 他提醒大家 要及早因应啊 你嘴巴掌有用吗 你要去做嘛 为什么他现在 还照掌博物呢 那你叫政务官 上节目去 什么你要讲 你要跟民众辩论 你怎么辩嘛 你先把事情做到 再说嘛 你帮我付 我去菜市场 买菜的时候 你帮我付钱 我就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要有期待 真的拜托 怎么可以有期待呢 以前行政院的 稳定物价小组的 召集人是谁 就这样一话嘛 对 那现在他当行政务院长 你有什么好期待呢 蒋经国 他在主政的时候 他每天要看的东西 叫做什么 鸡蛋的价钱 鸡肉的价钱 菜价 还有猪肉价 这是一个主政的人 他最重要要看什么 为什么 你操纵物价 刚刚嘉宁话讲 说操纵物价 你操纵物价 最重要的就是 用预期的心理 今天台湾的猪 猪肉的价钱 从60块钱 涨到80几块 而且很可疑的事情是 南部是养猪的大户 南部的猪肉价 比北部还要贵 为什么 农委会现在还讲说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了解 可能要一两个礼拜 我们 拜托 你应该是要比媒体还要早知道 你每天都在搞 你农委会 你每天都在搞这个事情的 应该媒体还没有风声 你就应该知道 然后就知道 为什么有疫情 然后就应该去防堵 然后就应该去 从国外进口猪肉 好 他现在讲 他说 我们也要宣导说 让你们不要吃 用取代的肉品 好吧 那我们去吃鸡肉好了 拜托 我那时候要做 做那个醉鸡 过去往年 几十年来 其实都是 一只差不多是100 100块到120 一只 过年前 一只涨到240 过完年会有跌 跌到多少 200 所以 那个表上面 那个行政院的物价上面 那个表示 鸡肉只涨14点多趴 拜托 你去参长看看 怎么可能只涨14趴